前面我们讲了关于房源和客源这两方面的知识 对于经纪人来说 光了解房源和客源就行了吗 那当然是不行的 如果客户问你 我的信用卡有三次逾期 还能买房吗 如果客户说我的房子有抵押 要卖房子的话 具体的流程是什么呢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这些问题能不能答上来 考验的就是你的知识储备了 经纪人这一行啊 最值钱的就是知识储备 因为你不知道客户会问你什么问题 经验越丰富的经纪人 往往储备的知识面呢就越广 但是啊 知识储备也不能光靠经验 如果要主动进行储备的话 该从哪里开始呢 重点储备哪些方面的知识会更有效呢 一般来说啊 客户的问题主要是三类 一类是需要你回答的 比如说税率是多少 房子面积是多大 这都是一些结构性的信息 一类呢是他想和你讨论的 比如说未来经济如何啊 房地产市场走势怎么样啊 这类问题呢往往没有定论 但希望和你交换一下看法 还有一类呢 则是你需要解决的 比如卖房之前要解抵押 这类问题啊 业主不在行 他就需要你来帮他解决 针对这三类问题呢 我们可以分别进行知识储备 下面呢 我就具体来说说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类 客户需要你回答的问题 有的经纪人可能会问 客户会向他咨询很多问题 但每个人咨询的呢 又都不完全一样 有的人关心房子的朝南朝北 有的人关心小区安不安全 这些问题我该怎么归纳积累呢 别慌啊 其实客户关心的离不开 房子小区周边市场这四大类 比如说关于房屋本身 客户可能会问房子价格 户型朝向面积 关于小区呢 那可能会问物业怎么样啊 安不安全呀 小区绿化如何啊 关于小区周边 客户关心区位怎么样 周围有没有学校 有没有医院商场超市 客户还可能关心楼市行情 比如成交价格啊 政策走向啊等等 我在文档里呢 整理了一个客户最常问的问题清单 你可以拿来做个参考 当做一个积累知识的大纲 有了知识范畴 就得下功夫去记忆了 我见过回答客户问题 回答的很好的经纪人啊 他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记忆和学习上 甚至是手抄这类问题的答案 定期呢还要去总结 还会要求自己和别人 去练习这些话题 锻炼自己的对答反应能力 这些结构化的知识学习啊 没有捷径 就是死机硬背 比如通过贝壳经济学堂 学习线上课程 同时呢 贝壳有一套师徒带教的体系 新入职的经纪人啊 可以找一个师傅 让他教你 考你 以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 哪方面的知识是有欠缺的 很多的门店管理者啊 也会给新人出题 让新人每天必须问师傅 多少个问题 以此来加快新人的成长速度 并且也增加了新人和师傅的互动 但你可千万别认为啊 只有新人需要做结构性信息的储备 老人也必须时常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因为政策啊 环境啊 时刻都在变 比如说税费的费率变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 那可就麻烦了 为了检验我们经纪人的学习情况 贝壳有一年两次的考试 叫博学大考 就好像房产经纪行业的高考 所有经纪人呢 都要进考场答题 试卷我们还分成了AB卷 考得好呢 有激励 考不好会受罚 我们的理念是 考得好不见得专业 但是考不好肯定不专业 博学大考都考什么呢 主要包括房地产基础知识 房地产交易服务 房地产经济服务 房地产交易法规这样的内容 问题啊 大多也是来自客户遇到的现实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提炼出来 成为上千道结构化的知识 很多经纪人都已经养成了习惯 这次考完之后就已经开始备考下次的考试了 总之 贝壳的经验就是 面对这类考验啊 咱们越是严肃对待 越是对自己有帮助 毕竟如果被贝壳 还有自己身边的同事考到 要好过被你的客户考到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第二类问题 就是客户希望跟你讨论的问题 比如这个片区的交易情况 以后会怎么样啊 未来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 这些啊 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回答的问题了 这类问题跟上一类问题有个明显的不同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标准答案 问题背后呢 可能体现的是客户的疑虑 也可能就是客户想跟你闲聊 不一定非要取得什么可用的信息 但这类问题呢 能不能答好也很关键 如果同样是面对客户的提问 你的回答模棱两可 而另一个经纪人和客户深入探讨了很多 那么这场竞争中啊 你可能就落败了 还是那个问题 既然要提前准备 那要从哪里入手呢 我们建议啊 你可以先按照不同客户类型的特性去做积累 如果客户是老年人的话呢 那么关于房子 他们大概率关心的就是 是不是有电梯 离菜市场和医院近不近 需求呢 可能会比较简单 房子以外啊 你最好就是多和他们拉拉家常 孩子呢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 举个例子 早年的时候呢 我有一对客户 孩子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毕业 刚刚落户北京 老两口从南京来给孩子买房 我就和他们聊 自己为什么做这份工作 然后聊聊他女儿 为什么要当老师 我以前也想过当老师之类的 聊到这些呢 老人就能感受到我的关心和理解 对我呢 也不知不觉就变得亲近了 那如果客户是中年人呢 他们大多更关心 比如像政策呀 市场走势啊 这一类动态性很强的 专业信息 那你就可以多关注 行政主管部门的网站啊 官方的微信号啊 或者说一些高质量的 房产类的公众号啊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 去了解市场动向 还有了解政策的变化 在跟客户的互动当中呢 就能做到有的聊 除此之外呢 中年人大多是上有老 下有小 附近的学校医院 你最好也能深入有些了解 比如最近几所学校的 师资力量如何 附近哪家医院的 哪个科室比较有名气 哪个医院的儿科比较好 哪家医院适合老人疗养等等 如果你能给客户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 那他很可能对你会另眼相看 正在听课的同学 如果你觉得不会 他们关心的问题就大不消失了 他们更关心地铁通行放不放 房子装修的怎么样 附近有没有商场这类的娱乐设施 这些都是需要你提前做功课的 准备的多细致 那就看你自己下多大功夫了 比如说附近的哪家火锅最好吃 如果想玩剧本沙 你推荐哪个 如果能和年轻人聊这些话题 就能快速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尽管如此 我们很难做到 每次面对客户都能完美的解答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是 要经常反思复盘 不妨问问自己 如果重新和这些客户 做一次交流的话 你会做哪些改进呢 经纪人不光要帮客户解答问题 还要能够帮客户解决问题 房屋交易是个大事情 而且问题会随着交易 进程的推进 而不断的去暴露 你越了解客户 越是能提前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而你越是能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 那客户对你 肯定就会越来越依赖 这个怎么才能实现呢 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要有预见性 也就是所谓的走一步 看三步 我们有个说法 叫流程穿透 或者也可以叫流程推演 就是把房源经纪人和客源经纪人 所掌握的买卖双方的所有情况都列出来 然后推演一下后续流程当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客户对房子非常满意 觉得价格也合适 这时候你就要考虑 业主是不是能尽快签约呢 客户是不是有购房资质呢 如果客户没法供基金贷款 那该怎么解决呢 诸如此类的交易问题 都要提前想到 并且提前想好应对办法 存在较高风险的问题 越早暴露 就能越早解决 千万别想着 随机应变 你越是这么想 往往坏消息和难题 越是会集中发生 比如 业主明明是已婚 但是配偶却从没出现过 你就得提示业主 房屋出售是需要配偶同意 并签署书面文件的 避免业主在签约关头再变卦 其实经纪人和客户都怕出问题 怕麻烦 那就需要经纪人提前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判断 我们麻烦点 客户才能轻松点 以上就是这一讲 我要分享的内容了 我们来做个总结 面对客户的提问 如何游刃有余呢 知识储备不是只靠经验 还要主动做储备 你可以从这三方面入手 第一是参考结构化的知识清单 多学多记 第二是按客户属性 积累多方面的谈资 第三是多做流程推演 帮助客户提前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在前面12讲的内容里 我们聚焦了业务 分享了一些作业的技能 从眼下就需要解决的房源签约问题 客户维护问题等等 一直讲到需要长期提升的资源储备 知识储备 覆盖了主要的业务场景 但在我看来 房产经纪人最好不要只关注 眼下的业务能力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业务能力好坏 要和行业的发展阶段 以及客户的期待相结合去看才有效 你看十几年前客户对房产经纪人的要求是什么呢 客户希望经纪人别骗他们 交易本身能够是安全的 希望他能提供真实有效的房源 别让我们白跑一趟 而现在客户对于买对房子的要求 远远超过买到房子的要求 那就意味着客户对房产经纪人的专业性要求是更高了 销售能力越来越淡化 而服务体验越来越需要强化 那么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会不会有些业务能力要比其他能力更重要呢 如果你希望在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后 成为一名卓越的房产经纪人 现在你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呢 这门课的最后一讲 我们就来聊聊房产经纪这个行业的未来 而且如果你希望拥有好的未来 那么现在就要为此做出准备 这样我觉得我们这趟精进之旅才算完美闭环 我先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行业未来的判断 课程听到现在 即使你不是房产经纪人 也没有涉足过这个行业 相信你也已经感受到了 这个行业正在发生变化 比如说房地产高速上行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尽管每年的交易量 交易额还是那么大 但是一套房子的交易周期 在逐渐拉长 这不是我的观点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实 如果站在行业内部来看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会感受到哪些变化 我判断会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是从推销到维护 坦白说 在房地产市场处于快速上行时候 很多经纪人承担的角色 就是房子的推销员 在卖方市场环境下 谁手里有房源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帮客户买到房子 客户就可以满足了 经纪人缺乏自我提升的动力和需要 但现在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了 一套房子的平均成交周期都要几个月 这就意味着 每一单都要靠经纪人比较长时间的做客户和房源的维护 而这需要你为信任做投资 对于信任的投资啊 有时候不在于你要做什么 而在于你不做什么 比如说 无凭无据的话 咱就不要说 忽悠客户的事情呢 就不要干 让客户冒险的单子啊 打死都不要签 也许有人觉得啊 能做好这个行业的 是那种看着就很精明 特别会用技巧的经纪人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啊 我认识的业绩好的经纪人啊 尤其是那些持续业绩好的经纪人 恰恰是那种看起来就很老实 甚至有点木讷的经纪人 但他们敢对自己说的每句话都负责 第二 我认为房产经纪人的门槛啊 会变得越来越高 所有职业被尊重的前提 都是有从业的门槛 医生呢 从业之前至少要经历五到十年的专业学习 会计 教师 都要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 技术工人呢 也要接受专门的技能培训才能上岗 而房产中介呢 在大家眼里 好像是随便招个人就能干 这肯定是错的 在我看来啊 房产经纪人的从业门槛 一定会建立起来 这个门槛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进入的门槛 第二个是做好的门槛 进入行业的门槛主要是学历 不管大家愿不愿意 任何一个行业走向职业化的标志之一啊 就是对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做这份工作进行了限制 并且往往是学历限制 因为你是不是情分啊 敬业啊 这些都不可被量化 也不可被衡量 但是经受多长时间的智识教育 这是可以衡量的 包括持政上岗啊等等 我认为必然会在这个行业里落地实施 我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 大学生是个稀有物种 我还记得我刚做经纪人的时候 附近的同行都来参观 说这哥们是不是疯了 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呢 但现在来看呢 北京练家已经要求 经纪人入职必须是统招本科生学历了 贝壳也正在帮不少合作门店 招聘大学生加入这个行业 另一个门槛是能不能做好的门槛 房产交易尤其是二手房交易 典型的特点就是分散而低频的非标准化交易 长周期重决策的大宗消费品 不管你愿不愿意 任何一个经纪人 想要独立的快速开单的难度啊 会变得越来越大 一笔交易呢 必然是建立在多人合作基础上的 所以对经纪人来说 应该考虑的不是在一笔交易当中 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而是要考虑 我怎么才能参与到更多交易当中 并贡献自己的价值 第三是线上化作业的比例会进一步提高 整个房地产行业的线上化进程啊 是比较慢的 贝壳的出现呢 也是在存量时代和线上化时代 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现在呢 经纪人的工作时间啊 普遍比较长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么长的时间里 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效工作时间 它是不创造价值的 对于经纪人来说 时间用在哪里才是更值的呢 当然是和客户待在一起 但是过去很长时间里啊 经纪人能和客户待在一起的时间 很多都是发生在线下的行为 但是比如VR这样的线上看房 线上代签 资金存管等功能和产品的出现 让经纪人和客户的交互边界 从线下走到了线上 不管你愿不愿意 以后更多的交互啊 都会发生在线上 线上不是线下的替代关系 而是缺一不可的关系 因为客户希望的是 线上和线下的体验都要很好 在我心中呢 成熟经纪人比较理想的状态啊 是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和客户的交互与连接上 而且这些动作啊 也不应该只是发生在待看或是门店 应该多一些时间和客户 喝喝咖啡啊 聊聊天啊 增进感情啊 但这也意味着经纪人 必须要用好线上工具 才能把时间解放出来 这是可见的未来 经纪人会变得越来越以客户为中心 并得到客户的认可 经纪人的从业门槛和做好的门槛 也会提高 线上化作业的比例也会进一步提高 这个就是我对行业未来变化的三个判断 假设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些什么吗 首先我认为啊 我们的职业自信应该建立起来了 作为房产经纪人 你足够尊重每一位客户 你在努力帮客户解决或大或小的问题 你手中传递的是一个个承载着希望的家 这个就是你的价值 我希望啊 所有听了这门课的经纪人 在面见每一位客户的时候呢 都能带着这份职业自信 你也值得这份自信 其次呢 我希望你做一个专业人才 所谓专业 一个重要的基础 就是你在某个方面的能力会非常突出 先成为专家 逐步的才能成为全才 比如说你可以是房源方做的特别好 无论市场环境如何 你手上总是有源源不断的房源委托 或者是你客源方面做的特别好 客户眼里呢 你的知识面很广 并且言之有据 再或者呢 你是个社区专家 这个社区里很多人你都认识 这些啊就是目前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普遍薄弱的地方 但也恰恰是你的机会 最后呢 我希望长期主义能够成为你的行动指南 当市场平稳了 一个行业趋于成熟了 口碑就会变得更重要起来 信用啊 就是你在这个行业持续做好的一个通行证 在经纪人和客户关系全面提升的情况下 你如何拥有于别人更好的口碑 我觉得长期主义是源头性的解决方案 房产经纪人其实天然就是个长期主义的生意 它的收入和声望都是随着资源和专业的积累 水涨船高的 一个从业五年以上的经纪人 他的收入和大多数行业对比都应该是领先的 所以呢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 就是房产经纪人是一个慢慢变富的行业 但你需要为此进行投资 核心是投入时间去获得专业能力 这是基础 而最重要的投资呢 就是你在社区里 客户心里 还有合作的经纪人那里的信用和口碑 有损口碑和信用的事情都不要做 以上呢 就是我想在最后一讲分享的内容了 最后我想说啊 说一千到一万 房产经纪人终究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职业 人是复杂的 需求呢 是多变的 作业技能啊 也是无法穷尽的 在课程有限的篇幅里 我希望我的分享能给你一些启发 打开认知 如果有的话呢 也希望你能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希望这门课的留言区能慢慢成长成为一个房产经纪人的交流地